娱乐低眼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低眼 12月23号周迅和高盛远的双方突然齐齐在线发文 祝安豪 官宣两人离婚的消息 一时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热议纷纷 其实呢就在前一天高盛远的新女友发了两人的接吻照 并晒出了疑似高盛远的手写情书 亲爱的祝你旅途好运 充分利用每一天我将满怀热情的等你 世界上也许有数百万朵玫瑰 但我是你唯一的 独一无二的玫瑰 我爱你 周迅和高盛远的官宣离婚可能也是对此做出的回应 两人的离婚官宣只有三个字异常的简洁 互相道出向对方的祝福 没有长篇累读的心路历程剖析 没有满腹愿怼的爱而不得 相当云淡风轻 很有一种拿得起放得下 分手依然是朋友的成熟洒脱感 称得上是一份体面的宣言了 不过呢这两位已经几年没有互动过 很多人似乎已经忘记了周迅离婚了 遥想两个人呢当年结婚也是同样的 没有废话洒脱之间啊 2014年5月8日 周迅微博首度曝光和高盛远的合影公开恋情 还直接呢甩出链接 向大家介绍了高盛远 两人的结婚典礼呢 也是在7月16号的一场公益晚会上 举行低调简单 同年7月31号 两人呢正式登记结婚 那一年周迅已经40岁 感情路上也一路风雨 在世华网友眼里呢 高盛远无论年龄相貌和他都很相称 也纷纷的为周公子 忠于觅得两人感到兴奋开心 不过童话故事往往都不曾记录 王子和公主的婚后生活 周迅和高盛远的婚姻生活 也没有当初大家想象中的 那样永远唯美浪漫 2016年一次高盛远和性感女生 在夜店的照片流出 网友呢也发现 2016年以后周迅的工作是微博中 便再也没有高盛远的相关动态 之后呢 并不是由两人分居离婚的消息传出 2017年谭媒生周迅高盛远呢 已经离婚 出轨无子或成诱因 但周迅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辟谣 2018年7月31号 周迅高盛远再度传出婚变 高盛远经纪人表示 他大半年的时间都在美国 确定没有离婚 也没有新对象 而周迅经纪人呢 则表示自己在开会 不太清楚此事 如此含糊不清 避而不谈的态度 也让人呢 巧出来这段婚姻关系的一些端倪 2018年10月19号 高盛远在微博上 晒出了一张宣传照 未见证两人结婚的公益活动 发文支持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发表和周迅相关的内容 然后在5月就有网友呢 发现高盛远呢 已经删除了个人社交平台和周迅的 所有的恩爱合照 似乎从侧面上也说明了些什么 到了12月15号 高盛远呢 更新了一则他的庆生的现场视频 周迅呢 也并未出现在视频里 现在看来 一切都是有迹可循 在两人官宣离婚后 台媒爆料称 在两人结婚两年时 南方呢 就提出了分居意愿 而其实没有宣布离婚的主因是财产问题 女方谈生育问题 直言呢 只想顺其自然的关于两人的离婚原因 当事人没有透露 外界只能猜测 有说法呢 是因为没有孩子给婚姻带来了影响 其实2018年周迅就提到了 自己对生孩子的看法 他说自己呢 很爱孩子 但是还没有准备好 周迅对生孩子的态度很谨慎 很负责 想要顺其自然 但是也不想在没有准备的前提下生孩子 他曾提到 在年轻的时候也特别想要孩子 但是一再的错过 但随着年龄增长呢 对世界了解的越多 反而呢 顾虑也就越多了 非常担心生出来一个对世界没有什么好处的孩子 可见 生育对他来说呢 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而且呢 周迅在节目中也提到了 对爱情没有安全感 在其余人生中提及婚姻观 他说自己很羡慕父母的婚姻状态 一生一世一辈子 他直言相信爱情 但也会有非常重的不安全感 但我们的人生呢 有我们自己的体验 我想诚实的去做我的选择 现在他们也会彼此安好 只是不在并肩同行 两人没为力产生纠葛 放手都潇洒 这在很多爱人分手超级难看的娱乐圈呢 已经算是清流 离婚这事呢 在一般的情况下 都是件要人沮丧的事 但离婚后的周迅 显然呢 把日子越过越滋润了 2006年就有媒体爆出 周迅在北京 商品购入了豪华别墅 多豪华呢 里面有可以开30人大派对的客厅 还有游泳池 后花园和网球场 当时呢 房子单价是1.5万元一平米 总价过千万 而现在的房价呢 早就翻了至少七倍 光靠房产就实现了资产翻倍 不止这一幢别墅 事业刚有起色时的周迅 就已经开始呢 购置房产 亚运村安慧桥的高级公寓 与大山子附近的新城国际 三元桥高档公寓 都有他的房子 2013年呢 有媒体拍到 他回北京二环内 南罗虎巷的一处四合院过夜 一次呢 是刚购入的新房产 有人估了值 4500万到9000万 别看周迅低调 默默就职业很成功啊 频频购置豪宅 也侧面说明了周迅的吸金利 他的片酬呢 一直处在佼佼者行列 2014年出演红高亮 片酬3000万 到2016年 揭眼如意转 片酬呢 已经翻了三倍多 高达9500万 魏列一人片酬排行榜首位 一直呢 不愿意上综艺的周迅 马东邀请他去参加乐队的夏天 就是想让他去玩 最后呢 他确实玩嗨了 后来呢 周迅又跟阿雅一起 做了一档综艺 很高兴认识你 两人一起去看综艺的大好河山 再邀请一些明星来做客 节目没有太多明确的主题 就是听他们几个人唠嗑 闲事自在又舒服 这就是周迅目前的人生状态 当然了 周迅在参加综艺的同时 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 他最近还接下了一部 大制作电影 世间有他 和郑秀文一样迁徙合作 这阵容已经未拍鲜火了 另外周迅和陈坤合开的 山下学堂已经进行到了 第三期 传道授业解惑的事 他一直在做 公益呢 也是周迅坚持做了很久的事啊 One Night这个项目是资助特殊儿童的 周迅呢 也经常会组织 慈善一言 所得善款全做公益了 单身的周迅 把生活呢 过得有滋有味 丰富多才 事业生活 社会公益 啥都没落下 众所周知呢 四旦是指 张子怡 周迅 徐静蕾 赵薇 双兵呢 是指 范冰冰 李冰冰 张子怡呢 给汪峰生了两个孩子 家庭幸福美满 但生完孩子 带给他的油盐衰老呢 也是油盐可见的 他也会抽空呢 去综艺上当一当导师 但最让他牵挂的 显然呢 是家里的孩子 希望呢 汪峰能一直做个好男人 对得起张子怡的付出 徐静蕾呢 就不用说了 之前给文艺女神路线 但是离开了王硕 现在的口碑也不太行啊 他已经很久不出现了 再说呢 他是四旦 他似乎呢 已经担不起这个名号了 赵薇现在发展的 其实也很好 不仅演技好 导演功力也备受夸赞 最近的听见他说 也很有现实意义 瘦身成功之后的赵薇 颜值在线 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昂扬的 但拉赵薇后腿的 还是他那个神秘莫测的老公啊 时不时呢 就爆出负面新闻 赵薇得花好长的一段时间 才能缓过来 双冰离 范冰冰的处境 大家也都知道了 当然呢 这也是他活该就有自取 没有了事业的同时 爱琪也离他远去 他现在的一举一动呢 都会被人指责 想要过安生日子呢 可不容易啊 其实呢 李冰冰的状态还不错 有自己的公司 培养了一些艺人 他现在基本可以退休当老板了 李冰冰呢 很自律 身材保养的堪称完美 可是过度医美呢 会让他偶尔呢 看起来脸僵 但我觉得呢 这都不是社啊 主要是他的那个小男友 也不是什么善茬 之前呢 李冰冰小16岁的男友 爆出了吃软饭的传闻 一时间呢闹得很不好看 但李冰冰为爱发声 立护小狼狗 一时之间呢 大众都不免猜测 影后也被爱蒙了眼 林林总总的 从口碑事业生活 进行全方位比较 周公子真的是 四弹双兵最潇洒的那个人啊 他只需要对自己负责 他可以继续潇洒 快意的过自己的人生 好了 今天娱乐第一眼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拜 明天见 明天见